如果你也想找一个好用的麦克风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你 首先一定要选无线的 很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之前用的就是有线的 这边插一根线 这边夹领口 接手机在手机这边 也插一根线 就开始录录录录录录 然后当我回头看的时候 就一直看到我的嘴巴 什么声音都没有 白露了 我身上插麦克风 那根线松开了 而且越用久了 它就越松 就是这样 12录到12没有录到 有好几次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换一个无线的 因为看到其他户外博主 或旅游的博主 他们就直接是一个无线的在这 所以我就到处去找 一定要找一个好用的麦克风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磁吸的 首先我是觉得它非常的小 就像一颗小钮扣 你看我刚卸在这边 其实都不太占我空间 而且有个夹子 你可以夹在领口 如果说领口很 会这样翻起来 就用磁吸的 一吸在这或者是吸在帽子上 看就这样小小的在身上 一点都不重 它不会把我衣服弄成这样子 让我垂下来 不管我怎么护 运动啊 跑啊 没有任何的影响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接收器 插在手机上是自带声音的 意思就是说 回看的时候 我不需要把它拔下来 我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直接插在上面 不用插拔 就可以听到路的情况 特别方便 而且像它这边有灯的指示 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这边接收器的灯没有在亮了 或者是在闪了 就说明现在有一些状况 或者是电力不够了 所以都可以提醒到你 现在这个是蓝色的光 我按一下它就绿色 就是启动降噪模式了 好 而且去很远的地方 你还是可以听得很清楚我的声音的 哈喽 听得到吗 是不是很清楚啊 收纳盒也特别的小 我就放在口袋就好了 它的设计特别的贴心 就是让你尽可能的在户外使用它 能有多轻便就有多轻便 磁吸的充电口都在这边 这还特别有一个挡板 打开里面是卡槽 设计能保护得很好 机器 充电线 麦克风 全部都在这里一起啊 它就是萌马的扭扣麦克风 我用完真的觉得真心很好用 所以就推荐给大家了